我作佛时 十方众生 吻我名号 致心信药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为处忤逆 诽谤正法 净土圣贤路 民国书于世 民国时期 有一位于在张居士 是书信人家的母亲 法名 怨明 安徽一线人 于在张居士 天性 淳朴善良 笃信佛法 是同乡 书竹分的再娶妻子 但结婚三年 丈夫就病故了 从此 于在张居士 便立志守节 不再嫁人 念佛 念佛 念佛也更加虔诚 后来又进而过午不时 民国二十七年 即公元一九三八年 于在张居士 受五戒 及再加菩萨戒 他常常劝人 一心念佛 求生西方净土 受他感化的人 非常之多 并由此 组建了念佛会 民国三十一年 即公元一九四二年 于在张居士的脚 得了风级 行动不方便 每天 只能在卧室里面念佛 但他 却跟平常一样精进 第二年 十二月十五日 于在张居士 病情加重 卧床不起 二十一日 他昏昏沉沉 突然觉得自己走到了一片旷野之中 四周青山绿水 令人心旷神怡 这时 于在张居士 远远地望见 一个童子前来迎接他 并带他 并带他去到了一座寺庙 寺庙中 有一位和尚走了出来 将清水洒在他的身上 他顿时感觉全身清凉无比 随后 和尚又命童子 送他到西方极乐世界 亲自拜见无比庄严的西方三圣 观世音菩萨授予他一朵莲花 并嘱咐他说 你可坐在花中念佛 并为他受祭 你当下品上升 于在张居士醒来后 和道友谈及此事 感到心中怅然明朗 完全感觉不到自己还身在病中 到了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十点左右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于在张居士在大众念佛声中 盘腿端坐 面带笑容 安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十年四十九岁 自他婉然 自他不二 故来迎之佛 即是自心之佛 这佛从哪里来的 从心响声 谁的心响声 我自己的心响声 我想阿弥陀佛来接引我 阿弥陀佛真来了 这佛是什么 这佛是我心响之佛 是我自信之佛 妙 这真话 西方极乐世界 是从我自信生的 极乐世界里面 无量无边 无数的菩萨 三倍九品 即是自心之菩萨 阿弥陀佛分无量无边身 干什么 到十方世界 去接引念佛的众生 那无量无边诸佛 也是我自信所生 这个话听了之后 要慢慢地去想 这是真话 想明白了 就开悟了 不想 不想天天念 来迎之佛 即是自心之佛 常常想这句话 常常念这句话 就有机会 在定中 在梦中见佛了 下面说 复音自他婉然 故于佛时不来 人亦不去之中 晚现临终佛营 往生极乐之事 这是什么 这是缘 缘成熟了 这个缘 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 我们怎么会知道 都是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世 讲无量寿经 讲观无量寿佛经 讲阿弥陀经 把极乐世界 介绍给我们 我们才知道 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土 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我们想往生 真的往生了 世里缘融 自在无碍 但能养信 获益无量 不要怀疑 为什么要相信 为信 为信佛而相信 我相信 释迦牟尼佛没有忘语 所以 我对于释迦牟尼佛 仰慕尊敬 他说的 我完全能接受 我一丝毫怀疑 都没有 获益 无量 无边 上境下空 劳法师 2014 净土大经科著 第324集 2016年4月18日 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放鬆